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开学前你一定已经收到了小学入学录取通知书吧 请你认真看一看自己的入学通知书 请家人帮着读一读通知书上的信息 看看你有什么发现 我发现我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了 我真是太开心了 我特别想知道我的学校是什么样的 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又是什么样的 收到录取通知书 我感到特别自豪 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 在同学们的期待中 我们终于迎来了开学这一天 同学们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天上学时的心情吗 为了更直观地看到同学们的心情 我们可以画出第一天上学的心情脸谱 请同学们先准备好学句 铅笔 铅笔 橡皮和纸 先回忆一下上学第一天的心情 想好了 就动笔把它画下来吧 同学们可以在课下完成 我们先来看看同学画的心情脸谱 听一听脸谱背后 上学第一天发生的小故事吧 开学那一天 我早早的起床洗漱 准备吃完早饭去学校 我在心里暗暗想 我的教室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老师长什么样 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 我们班有多少同学 还有 想着想着 我开始紧张起来了 开学那天 刚到校门口 我就看到了两个大丁线娃娃 他们随风舞动 好像在欢迎我们一样 乐队演奏着动听的乐曲 我真是又高兴 又激动的来到操场上 我看到了两排笔直的银杏树 在一棵树的身上写着 长满树的大树 学校里的一切都是这么有意思啊 我好想马上见到新老师 新同学 这一天真开心呀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难免会有高兴的 紧张的 自信的 自豪的 期待的 等等这样或那样的心情 那一天 也一定发生了让你 记忆犹新的事情吧 请你把自己的故事 讲给身边的人听吧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发生在天天身上的小故事吧 明天上学了 这校服多好看啊 妈妈 您说老师会喜欢我吗 你要听老师话 好好学习 老师会喜欢你的 嗯 我会的 天天 这是你的新书包 我喜欢粉色的书包 谢谢妈妈 到学校 好好学习啊 爸爸 爸爸 我有点害怕 我不认识老师 也不认识小伙伴 天天 不用怕 见到老师啊 你就认识他了 和同学在一起 多玩玩 互相就认识了 妈妈 我还是害怕 小同学 不用怕 大家都在等着你们呢 哇 天天 我们在一个学校啊 太好了 你看 老师和小伙伴都多好 快跟着老师进去吧 同学们 你们看 其实天天和大家一样 有即将上学的喜悦 也有面对陌生环境的担忧 但是 因为有家人的期盼 老师的关爱 和同学的陪伴 他战胜了自己的小担心 不再害怕 在他看来 上学成为了一件快乐的事 可是有一位同学 他来到学校以后很伤心 甚至掉下了眼泪 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你怎么了 开学第一天多好玩呀 怎么哭了呢 想爸爸妈妈了 等放学回家 就可以看见他们了 爸爸妈妈送你来上学 是为了让你来这里学习知识 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学习 人不学不知道 意思就是 人不经过学习 就不会明白道理 就不能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所以 我们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向上不是向上蹦啊 是说 我们要认真学习知识 从而 每天都能提高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更厉害 少年强 则国强 所以 你是不是 也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以后做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呀 同学们 成为一名小学生 对于全家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家人为我们准备学聚 对我们殷切的期望 都是因为 上学就意味着 长大了 是我们成长中的 一个新起点 人不学 不知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人不经过学习 就不能明白道理 所以 同学们来到学校 可以学习知识和本领 也能交到好朋友 相信 你会越来越喜欢学校的生活 好了 同学们 我们放松一下 猜两个谜语吧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 有厚 有厚也有包 有字也有图 知识里面藏 越看越爱读 你猜出来了吗 答案就是书 书是我们学习知识最好的伙伴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吧 身子方来耳朵长 上学背在我身上 别看他的肚子小 多种知识肚里藏 答案就是书包 你猜对了吗 书包还是我们书本移动的家呢 书包里有这么多新书 我们要怎么认识它们呢 我认识这两个字 这是语文书 我可以通过颜色来记住新书 数学书是蓝色的 我可以通过图案来记住新书 幻影新同学的是道德与法治 同学们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吗 快和你身边的人说一说吧 新书可真漂亮 平平整整 干干净净的 可是新书也有自己的烦恼 我们快来听一听发生什么事了 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你们学习的小伙伴小课本 我特别爱整洁 有的小伙伴会把我照顾得干净整洁 这让我很开心 但是和有的小伙伴在一起没多久 我就会发生各种变化 你们看 要么就是被折胶卷边 要么就是破损 甚至被涂得乱七八糟 我真是好苦恼呀 你们有没有办法能帮帮我呢 哎呀 我们赶紧想想办法帮帮小课本吧 就让我们一起和新书做个约定 把我们想到的好方法做成一张新书约定卡 同学们 快认真想一想吧 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我要给新书包上书皮 我要在新书上写好名字防止丢失 用书的时候要轻拿轻放 小心翻阅 我们不能在书上乱写乱画 我想同学们一定还有很多好方法 这些方法都是在帮助我们爱护新书 现在我们是一名小学生 将来还会成为中学生 大学生 会有很多的书本和学具陪伴我们学习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们呀 要想保护好书本学具 就要把它们收拾整齐 收放在恰当的位置 那么上学去 我们的小书包里应该装哪些学具伙伴呢 就让我们一起为小书包找朋友吧 我们看 语文书是一定要戴上的 练习本也是需要的 字典可以帮我们认识没有学过的字 也需要戴上 洗手擦嘴都用得上纸巾 也放进去 文具盒肯定是要戴上的 不然怎么写字呢 课间可以和同学一起玩玩跳绳 体育课也用得上 薯片好想戴呀 但是不可以 因为上学不可以带零食 那我们要不要把小汽车和布娃娃也带去呢 不可以 上学要专心学习 不能带玩具 不过 课外书可是小书包的好朋友 我们可以在课间看看课外书 增长见识 开阔眼界 还能帮助我们学习知识呢 最后 小水杯可不要忘 看 我们帮助小书包 找到了这么多好朋友呢 小书包的好伙伴 还真不少呢 把他们一股脑塞进书包里 既不能保护好学具 还有可能会称坏小书包呢 那么应该怎样整理书包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是怎么做的吧 一二三 快做好 我来整理小书包 大的书 小的书 从大到小摆放好 摆整集 抹平脚 再让书本进书包 文具盒 单独放 跳上水杯 不能少 整理好了小书包 我对书包咪咪笑 从刚刚同学收拾书包的过程中 你发现了哪些好方法呢 书本要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摆放好 文具盒 和水杯 跳绳等用具可以单独放 我觉得还可以利用文件夹或者整理袋 把书本分类装好 再放进书包里 同学们的方法可真好 为你们点赞 在保护好书本 在保护好书本学具的同时 也要爱护好我们的小书包 让书包成为我们的好帮手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一起回忆了上学第一天的心情 感受到了家人的期盼 老师的关爱和同学的陪伴 我们还学习了怎样认识新书 爱护新书 整理书包 希望你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开开心心上学去 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这首小诗吧 上学上学真骄傲 家人对我期望高 老师同学对我好 新学剧新书包 样样都要摆放好 天天开心去学校 好了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了 这节课我们下期再见